好,那看到内房和物管单发其实星期一都很大升 消息层面上就是浙江省渠州市就发布了一个通知 就成为了内地第一个取消限价限售的城市 那看到内房股就做得不错 例如那些例子,金贸或者龙光 就是单日升了两成 中国海外这么大,都有7%的升幅 还有物管股也升得比较急 金贸服务的816升了1成9,碧6都升了1成6 好,你觉得内房,因为销除得七七八八 例如内房和物管这两个板块,你会见到投资金贸吗? 我想就很难说销除的了 就是都继续在这些债务上面,都是在纤绕 不过,我想好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行那些就停了牌了 就是进入业职,那变成大家会懂得分 现在还有trade,at least是出到业职先 当然业职都有分两样的 一个就是未经审核,和一个经审核的 那变成未经审核呢,其实都要过多关 就是说,接下来要出一个会计师签到名的 那个核数师签到名的业职 但是at least都叫做出到盘数给大家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了 所以礼拜一就一棍全部炒上了 还有,内房那边也有消息 刚才你也说了,就是限购那些就有点松绑了 不过我自己都,说真的都不是太大兴趣的 就是始终你整个问题都是没解决的时候 那如果你真的要炒都是维持原判的 那些1109啊,688啊,相对就稳定一点 那还有,如果真的要稳定的 你真的很想炒一些内房 记住,想多一些看一些通告 究竟那份业绩,真正的份业绩出了位 真正出了的,那我想相对就会稳定一点 如果你还未经审是那些 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嗯,好,那譬如说这个内房和物馆呢 你又会不会就是说物馆会安全一点 还是说都是当同一个category那样看的呢 我想都是同一个category的 我想现在你说分这个内房物馆呢 都是用回个字头啦 就是用回,例如你说688 你看一只,他其内那只2669的中海物业 是完全,好似你看他2669的图 你不觉得个字跌过的 哇,现在还在播出的 就是你看到字头的分别了 喂,如果你的字头不行的 可能近期碧桂园一样的 那你看到那只609版 当然都弹回一点了 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时候 我想选择国企,央企背景实力厚一点去炒 你会买得安心一点 嗯,好啊,大家留意着字头的分别是很大的 虽然整个板块中央都会松绑 但是有些就可能真的未必出到业绩 或者有其他自己内在问题